嗨 大家好 我是甘心咖啡的Ken 那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在店裡面最常使用的 手沖手法 就是定點注水 我覺得這樣的沖煮方式 其實是非常適合 不管是新手或者是 在店家想要穩定出杯的人 都是可以很適合這樣的沖煮方式 它的優點就是我們可以在 沖煮的時候去觀察 咖啡粉在濾杯內的狀態 還有觀察濾杯的流速 因為透過觀察 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出 調整很多人很會覺得說 定點注水看起來真的是 沒什麼很無聊 那其實定點注水它可以 改變的手法還是很多 用相對穩定的注水方式 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 風味的調整今天如果你覺得 咖啡的喝起來太濃 我們可以比如說是加快我們的 注水的節奏或者是 縮短我們沖煮的時間 以及最快最直接的就是去 調整咖啡的研磨度 把研磨度調粗一點 讓流速快一點 有效的讓咖啡的濃度降低 如果你覺得咖啡喝起來太酸 我們是可以減少我們前半段 沖煮的量或者是減少 我們前半段沖煮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讓你的咖啡喝起來 不要這麼酸 其實這些組合起來就可以 衍生出各種不同的參數 我覺得這樣的沖煮方式 它很適合所有的濾杯來做使用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定點注水 會不會很容易造成咖啡萃取不均勻 會不會只有局部的地方在萃取到咖啡 那我們可以透過接下來一個很簡單的小實驗 來看到我們咖啡粉在濾杯內的狀態 就可以了解到為什麼我比較推薦定點注水的原因 那我們其實就用一個玻璃杯裡面裝一些些水 那我們把咖啡粉放進去 那這個就是在模擬我們濾杯內 有一點點水味的狀態下咖啡粉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開始注水 就可以觀察裡面的咖啡粉在濾杯內的狀態 那我們先使用定點注水 當我們使用定點注水的時候 可以看到咖啡粉在濾杯內 其實是很整齊的在做均勻的翻角 那如果你注水快一點 其實就會翻角的比較劇烈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改用繞圈注水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繞圈的時候其實 這個粉翻角的狀態是比較沒有那麼均勻且整齊的 其實透過這個簡單的小實驗 我們就可以知道定點注水 它其實是可以有效解整 有效率的去將咖啡翻角 達到均勻的萃取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為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在店裡面的定點注水的沖煮 那我們今天沖煮的話 我們會使用新芒濾杯 搭配乾性咖啡的瓜地馬拉的豆子 那使用的磨豆機是低挺 研磨度 研磨度是8號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18克的咖啡粉 水溫的話我們是用91度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沖煮 第一段給水的話 我們會給大約40cc 那前面燜蒸跟第一段給水 那因為還沒有 在咖啡粉還沒有什麼水淹起來的狀態 它是沒有辦法做翻角的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還是會先用繞圈注水 那大約25秒的時候我們開始注水 那其實看到有一些水淹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定點注水 大約注水到150cc左右 那最後一段我通常會習慣 加一點冷水做降溫去 讓後半段的萃取可以 少萃出一些後段的雜味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樣是使用定點注水 就直接注水到大約200cc左右 大約300cc左右 這樣就很簡單的完成了我們這樣的沖煮 那整個沖煮時間大約是1分半到1分40秒 我們就可以把濾杯取下來 這樣就完成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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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